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现在在那个出租车上的呢 什么时候回北京 这波是 国庆节的时候不是才去过吗 我现在大车去高铁站 接我妈 接我妈陪她就有点事儿 公演的时候我没在 来不及学那个 假粉没有就是粉的太多了也关注不过来 哎 主要是就不再说了说多了也挺丢人的上个学期那个考试科目那什么的 对就是上的课也没怎么上 挂了科 不能说挂科的人说是缺的科目有点多 嗯 所以这个学期得弥补一下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饭点吧 晚上好啊 睡补考就我们我们就不要把这些事情这么说出来要不然 要不然人家又又要用这些事情来挤兑我就是你们懂的就好 现在是做做出租车时间 这边 地铁上应该就不开直播了吧 地铁上人还挺多的 而且不一定能抢到位置 嗯 昨天晚上我拍了两张照片我觉得特别好看 为什么好看呢 是因为我拍的是 背影背面 所以特别好看 就没拍到脸怎么拍 怎么看怎么舒服 这个应该需要 如果现在的话是没分的 如果 如果要看去哪个对待意的话 那就得回去以后 然后再看公司分 但是处于那种 休假阶段 请假阶段的公司是不会分代意的 太上回家了路了 你现在哪里 人气加一 人气加一 欢迎 哎我我之前去重庆了 我之前去重庆了 就是放假的时候 去了贵阳 然后去了重庆 没有没有说过 我没有我没有收到经纪人的通知 重庆一直下雨 原来是我来了 对是我来了 哎 哎 你在重庆哪个区啊 我去重庆了那个什么 好吃街 好吃街 好吃街你去过吧 那个压长真的是便宜死了 10块钱 20串还是25串 一周年快乐 对解放碑 就是之前去的那个 那个冰粉 它那个什么 红糖瓷巴冰粉 但是我不太喜欢 我喜欢那种原味的 或者是玫瑰的那种 简单点的冰粉 但它没有 它就是15块钱一碗 里面啥都有 什么芋圆瓷巴冰粉 在现在查赶时间 查一下这个时间段 你们都在干什么 你想的单纯的红糖 就是红糖冰粉吗 就是原味的 6块钱 6块钱一碗 然后去贵阳吃了那个撕炼 撕炼 撕娃娃 然后去贵阳吃那个烧烤 就是便宜 5毛钱一串 肉串 5毛钱一串 还有 2毛钱一串 那种蔬菜 每次烤 都直接一次性烤 我看它们都是烤 几 50串 100串 一起烤 5毛钱 是不可便宜 是不可便宜 谢谢你也非常可爱 是不可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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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点了很多很多很多 在重庆我还吃了什么 我想想 在重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烤那个豆干 就是那种豆腐皮 然后它里 它是那种 它烤的不是那种普通的 它是卷起来的 里面有它们特制的那种包在里面的东西 反正就是好吃 好吃 烧烤 你失去的景点肯定贵啊 大家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就上完今年 应该 本来学校是要 要给我算休学的 但是突然就不给我算休学了 如果是 反正就是说 如果我把所有的课都给 科目 学分都得补完的话 今年 一年 然后等明年 毕业应该就不成问题 所以我现在要好好 好好地把自己欠下 那个 学分 得补一补 明 明 应该不是六月吧 不是 六月不是太早了 我不知道是几月 就应该是明年 啊 还得看自己的 造化 啊 你们这时间段应该就 你们这时间段应该就是在吃饭 不在北京上学了 在北京上学 就会方便很多 哦 当时一考的时候就没有考北京的学校 你们是不是都要忘了我长什么样了呀 对现在还能记得我的真的是辛苦了 已经消失了那么久 记得很清楚 原来是长得比较辨识度的是不是 就是那个长得最不可爱的 就 就 李兄 就是想我了就去剧场看看我的签名 我这签名我觉得是签得极好的 嗯 等到 这个学期这边的事情差不多了 然后会有通知的 对去看看我的签名 就拍下来做手机屏保 可以就是可以什么 可以避难你知道吗 可以避邪 不是可以避暑 可以避暑 就天气热的时候 我去重庆的时候 我去重庆的时候 重庆全都在下雨 他说之前都不下雨的 我去的那两天就下了几天的大雨 我去桂阳的时候 我去桂阳的时候桂阳也下雨 然后离开桂阳的时候桂阳就不下了 这边是重庆下了 他咋回去了 我去桂阳 implemented 你桂阳是吗 你桂阳就不下了 我去桂阳又不长久了 有桂阳之后 我去桂阳阿姐 就考虑去一下那么远的地方旅行 我还没见过沙漠呢 哎你们谁见过沙漠呀 谁去沙漠旅过游 目前是暂时是回不去了 如果能回去的话会第一时间通知 最近我都是在学校之间 我都是游戏都不打了 就是专心码字 变成了一个程序员 月牙权是在哪里啊 马字 最近都爱马字 开题报告而修改了几遍 因为表演课题的开题报告 就比较难写 论文也比较难写 但是表演的就好写一些 但是我当初选的老师给我定的是 导演课题的导演片段的开题报告 所以就比较难 甘肃 那那边那个沙漠大吗 是传说中那种一望无际的 还是那种 就是开发出来一片给给人旅游的 然后能开车吗 或者是它里面有那种付钱可以坐的那种车 是否还有多久到啊 还有十分钟 十分钟行 天然的 我知道啊 就是 那进去需要门票吗 可以开车 那那片沙漠大还是小 可以可以穿越过去吗 应该挺大的 我没见过沙漠长什么样 我只见过沙滩 那应该挺适合那些 大城市的那些小孩去玩了 他们小时候应该没玩过泥棒 没玩过沙子之类的东西 他们应该都玩这些什么太空沙 所以他们应该可以 大家去一下这种地方 应该会很开心 十几年前跟团去的 好吧 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就一岁一两个岁 但十几年有可能是十一二年 那我还是可以上小学了 不年轻是真的好 我今天在地铁上看到了一个小女孩 可能就十一二岁 明年 明年 对啊 今年的风 风上没有参加 气质适合走秀 当时经济人往要不要报名的时候 然后就没有 没有去报名 因为害怕 随着这边有事 但是爆雷不一定能选上的 这不得还得看一下 什么 人气之类的 接着说 今天在地铁上看到的小女孩 十一二岁 然后在那玩手机 靠着地铁那个栏杆 扎着个马尾 然后脸上就是素面朝天喂食粉袋 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聊天的时候 一边聊一边笑 一种自信的微笑 就觉得 哇 年轻真好 第一次感觉年轻真好 我的那个封面是 我公演的截图 北京竟然报名的都进 是吧 我只要雨露进了 他那天还跟我说 高兴 然后 然后 他说封上 我说封上不是全部都进吗 然后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进了没 他说 他进了 我说 那你进了就行 封上是 是那些衣服品牌的合作商 他们来选 还是公司选 还是都要综合来看一下 我知道我们刚进公司的时候 那时候 刚进公司不久 就遇到风尚了 然后我们就 在那个 一个 教室里面 平时我们上化妆课的教室里面 那投影以后 我们就在看 一边看 一边尖叫 一边看 一边尖叫 好 我们经济姐姐选 好的吧 我觉得我也挺想 挺想去参加这个的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参加一次 预备声有七个 你们喜欢的小偶像进了没 那总有一个灰镜吗 你肯定不会只喜欢一个 你肯定会喜欢好几个 至少 至少 两个 就我们再聊风尚了 然后就关心了 问一下 说 你们喜欢的小偶像 进了没有 谢谢 风尚不去 风尚在北京呢 在北京都不来 没听过一首歌吗 叫北京欢迎你 我也没参加 我也上上学呢 比武林不都是之后的事情了吗 风尚切到票了吗 应该切到了吧 这总有自己喜欢的小偶像参加了 看我们有那么多好看的小偶像 你们怎么会只喜欢一个 你们可以偷 你们可以在这说你们不去 然后其实你们偷摸去了 他们也不知道 还是该去还是得去 知道吗 虽然我不参加 我这边要到站了 到站了 我就把 把这个直播给关掉了 我要去接我妈妈 好 好多 也不择 第一次在北京扮演 最近你们那边是秋天还是冬天 就像北方的城市一般都没有 没有春秋只有冬夏的 所以夏天过完就直接是冬天了 秋天 我真的感觉冬天来了 真的 都可以穿毛衣了 现在 大家就加衣服 这个天气穿 卫衣就 比较合适 或者穿那种 长袖的那种衣服 然后外面再穿一个外套 也比较合适 夹克也行 对 女孩子的话 也可以穿内衣 反正女孩子衣服多 应该 应该不愁 然后下面的话 穿这个季节 穿牛仔裤 或者是 长裙 都比较合适 帽子又剩你这几个 行吗 我这边快要下了 我要到站了 先挂掉了 拜拜 谢谢 谢谢 我们 我找个时间 然后我开一个 我再开 我们再聊